我要放个圆球好了 这上面我们在也是在这个面上面的中间的地方 我要放个球 那这边有一个圆球 那这个地方圆球基本上 其实也上面有解释建立一个3D的实心球 那做法上面的话 你看12也是他的这个半径要给他 那这里的话如果说我今天给半径给20好了 那在上面画一个球 第一个也是点一下圆球 那我们也是这样抓到这个面 然后呢我也是选择这个终点到这个终点 OK 点一下然后呢给20 并且Enter把这个圆球画一下 换一个颜色好了换成这个蓝色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把这个圆球怎么样换到下面 另外一边也有 那这部分的话呢当然也有几种做法 你可以怎么样用那个2D的方法 那我们用3D的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在另外一个面 另外一个面也可以有个圆球的话 当然还是比较建议你稍微把它方向稍微转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转转一个视角 转一个视角 左右都会被挡到 看如果上 那如果说我用另外一边 这个这一边 这个这一边 我要把这一个放到 下面 那我用那个 前 前四角 前四角 前四角可能会比较刚好 那如果说我用前四角 另外一边呢 假如说我要把它也是一样 我可以用那个2D的 2D镜射 如果用2D镜射的话呢 你会发现就 两个点 先选取它 那第一个点的话也是 终点 然后往这个方向 只要拉水平就可以了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不过用3D的镜射的话 变成你第一点 第二点 可以点 那第三点的话 你变成你点 就会有问题的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这个圆球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2D没有问题 不过3D 你们就必须 再熟悉 就是说 除了这几个之外 那你想说那转一转 好像没有更好的角度 怎么办呢 教过一个方法 你可以自由旋转 那在那个3D模式里面 要怎么样自由旋转 记得一个按键 SHIFT按住 SHIFT按住之后 再按住你的那个滑鼠 那个滚轮 就中键 SHIFT先按住 然后呢 再按滚轮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自由的去旋转 按那个中键 好滑鼠的中键 OK SHIFT啊 这不用下指令呢 就是只是 只是让你自由 翻转 因为有些 有些时候呢 你不晓得该 转哪个方 转来出去 都没有更好的 容易被其他物件挡到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 自由翻转 SHIFT按住 再按那个中键 可以让你自由翻转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另外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这边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一个 那个 一个类似 一个方向 一个卷轴 一个一个圆圆的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你也可以按住